其实到了大鼠 降雨量逐渐增高 而且是皮肤可能在这个季节 要经受住鼠湿热的考验 所以到了大鼠 我们要放什么病呢 皮肤病 大家知道 其实皮肤病 最主要的外邪之一就是湿 而夏天降雨量比较高 到了大鼠的节气 南北方都会出现大雨倾盆的时候 而大雨倾盆对人体湿气的适应程度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在这个节气 其实酷暑加上湿血 是导致疾病的最主要的原因